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被告对事件及政局的影响 当然老牧现在已经被释放了 刚才8点的时候 因为他用健康为理由 其实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反弹会对老牧还是蛮好的 因为老牧的年龄跟纳吉是差不多的 但是纳吉之前是要在反弹会过夜一天的 刚才有独有问我说 洪律师老牧如果被反弹会扣留 是不是要去lock up 要睡水泥地 我讲不会 他被扣留就是在反弹委会的办公室 睡一晚 可能睡遗址 可能睡桌子 不会送他去lock up 都会给一些脸面的 之前林冠英也好 纳吉也好 Zahid也好 都是这样子 在反弹委会过夜一天 第二天去带他上法庭 为什么要过夜一天 因为怕你逃跑 因为你刑事案跟民事案不一样的 民事案我要告你欠我钱 你不来法庭不用的 你不上法庭我直接赢 所以你上不上法庭跟我能不能告你是 没有关系的 但是刑事案在正常情况之下 只有很少exceptional的案件 才有豁免 不然绝大多数都是要犯人 一起去法庭 你才可以提供他 所以犯人没有在法庭 你是提供不了的 你要出warrant当高 去抓他来 所以检控官或者是执法单位 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况 在提供你前一天都会先来抓你 所以昨天 昨天有独友问我的时候 我就讲 知道老牧没有被抓了之后 我讲明天去 明天老牧就会被抓了 至于会不会扣留 是看拜武会不会控告 今天Melody录的时候 Melody的小片还说红律师完全跟你讲中的 因为本来他们没有要谈牧尤丁 我讲牧尤丁应该会被抓会被控告 所以后来我们换了讲题 明天Melody早上八点 大家也可以听一听 所以如果老牧被扣留 不会送去lock up 这个也不是对老牧的优待 都是这样子 林冠营之前也是 林冠营第一次在反弹会 被抓的时候 槟城的反弹会 我还有去现场下面 因为当时我刚好在槟城 然后他2016年第一次被抓 就离我那边很近 我忘记是什么事情的 好像是我有朋友来跟他吃饭 就在Gerny附近 反弹委会离Gerny很近 所以我还去那边 然后全部是华人 他们在那边看 唱那个在下面点蜡烛 然后唱那个Beyond的歌 叫什么了 风雨中报警自有 我突然想不起他的歌名 我在想 What 你为什么唱这首歌 现场虽然90%是华人 但是也有一两位马来同胞 一两位印度同胞 你这样子唱是不尊重他们 所以我当时呆了一下 然后看也没有什么 好像有一两个人上去讲话 我就走了 当时林冠营就被上面关了一夜 老牧 所以如果老牧没有去lock up 这个不是被关 但是老牧现在是被保释 那这个就是优待了 他被口头保释出来 纳吉 Zahid跟以前林冠营都没有 塞沙迪有没有 我就不记得 塞沙迪没有这些人这么重要 我刚才举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物 所以老牧最后被口头保释 因为他身体健康的问题 可能他的律师有拿什么证据 而且他前首相要给他一点好处 为什么纳吉没有 因为纳吉当时是死敌 我问你现在慕尤丁跟政府是死敌吗 有人认为是你错了 如果慕尤丁不要反政府 他们马上不是死敌了 安华甚至会委任慕尤丁做副首相 这个是阿公一开始开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讲 这个是我最生气的地方 现在很多人抱持什么看法 Zahid支持安华 他是副首相 所以他不用紧 我们要保护他 要给他受对付 你这样子讲 那哈迪阿旺跟慕尤丁加入政府 是不是所有事情都算了 大家大团结 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的情况 是慕尤丁自己不要 所以你想一下 这是应该的事情 是可取的事情 你现在在大骂哈迪阿旺 我告诉你有一天 哈迪阿旺可能会进到政府里面 一起做团结政府 到时你的免又要丢拿你 当然这些人不会觉得丢脸 因为对Zahid 他们也不觉得丢脸 之前骂Zahid 骂到半死 现在跟Zahid 做政府就要保Zahid 就要讲Zahid 所以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不要因为立场 不要因为支持的对象 不要因为身份 动摇了是非黑白 对和错 这点是混淆不来的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 这个我上一次也讲过了 One Sifu被抓的时候 我就讲One Sifu只是前菜 我在Melody也是讲 其实他们的目标是慕尤丁 我直接讲慕尤丁 未来一定会被控告的 所以One Sifu辞职 其实是立下一个典范给慕尤丁 那慕尤丁会不会辞职 等一下我们放到后面才讨论 所以慕尤丁被提高 这个是expected的事情 被expected的事情 我之前也已经分析过的 所以他明天如无意外 现在反弹会已经出文告了 应该是confirm就会被提高了 所以说中了 那很多人讲 这个是一个政治提供 是政治捕猎 不管是不是 我们不可能知道是不是 安华联合政府行动党肯定会讲没有 但是慕尤丁他们这边肯定会讲有 这个就是公说公有力 婆说婆有力 但不管有没有 前首相被逮捕 被调查 被送上法庭 都是一件我们平民老百姓 值得高兴的事情 不管这个前首相是国阵的 西蒙的 马华的 所以我呼吁去抓老马 安华讲了很多 这是我每次讲 安华讲了很多 但做没有做到 安华在国会讲 不要以为你是敦 你是单司力 你就没问题 马上去调查老马 到现在都没有 对老马展开调查 不要只是讲而已 有前首相 有高官被抓 不管他们有没有定罪 只要他们被抓 被调查 被提供 都是一件好事 就算是政治提供 也比没有政治提供来的好 你想一下 没有政治提供 意味着我们像我刚才讲的 慕尤丁 哈迪加入政府 大家一家人 你不要管我 我不管你 以后你做首相 我退休了 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挖我的臭脚 我现在没有挖你的臭脚 这样子最受苦的人是谁 就是我们平民老百姓 我们给的税金 我们的血汗钱 就给他们这样子 光光香味拿去了 所以有政治迫害 比没有政治迫害 排排坐吃果果 你包庇我 我包庇你 还要好 所以我们应该值得高兴 但是更好的情况是什么 当然是公平对待 不管是你的人 还是我的人 只要你做错事 我就调查你 现在政府 包括之前 西蒙政府 到慕尤丁政府 到现在的联合政府 都是一样 我们还是停在中间而已 当然我们希望 可以去到那一边 不要是你是我的人 你就没事 我只对付不是我的人 所以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不管是不是政治迫害 这都是一个好的发展 而且我们马来西亚 是法治国家 当然有各种各样 会声会影的传言说 可以控制司法 这些 但是司法程序 还是要走 慕尤丁不会马上坐牢的 很多人就讲 那几有新邻居了 什么那几等着你进去 慕尤丁要进去 就算他真的有做 证据确凿 就算 因为我没有证据 我不知道 我用的是就算 他要进去 也要三四年 也要三四年 要审讯 审讯要叫证人 证人了 要表面罪 表面罪之后 要辩方程序 辩方要叫证人 证人完了之后 要承辞 承辞了之后 才下判有没有罪 有罪的话 上诉 上诉了 再上诉 所以这个程序 两三年绝对跑不掉 比较正常是三年左右 所以慕尤丁要进去 蹲 还有很久 这就是马来西亚好的地方 不是今天抓你 明天就丢你进监牢 这个是没有法制 这个叫人制 我认为你错 就是你错 完全不用看政治 有证据 完全不用看 有些国家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马来西亚好的地方 慕尤丁 如果你没有做 那你就到法庭上去 证明你的清白 就让法庭去 所以 这是我所强调的 我们有这样子的程序 给你证明你的清白 所以有政治迫害 比没有政治迫害还好 如果真的是政治迫害 法庭做出很荒谬的判决 那你会因为这样子 而丧失大家对你的支持吗 并不会 像我很喜欢举林冠英的例子 就是这样子 2016年林冠英被抓 然后被控上法庭 洋房案 审讯到一半就大选 我问大家 林冠英被抓 被提控 被审讯 有影响林冠英本人的支持率吗 有影响火箭的支持率吗 火箭在2018年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而且马来西亚第一次改朝换代 所以你抓他 必然会导致你的支持率下降 导致他的支持率下降 你抓他导致他的支持率下降 这个是没有必然性的 所以你还是要有证据确凿 这就是我之前有分析的 还记得吗 绿潮要怎样挡 有读有问我 洪律师绿潮越来越多 我在直播有提出来讲解过的 要怎样阻止这个绿潮蔓延 越来越大了 我讲第一 你要做好自己 绿潮的其中一个牌是清廉 你自己要做到清廉 如果你做不到清廉 你就打第二个牌是什么 把对方也弄成不清廉 我不清廉 你也不清廉 这样子你的清廉牌 就没有那么高的效率了 所以政府现在很明显 是走第二张牌 因为第一张牌 他们做不了 Zahid还在那里 Zahid在那里 你讲这个政府是清廉的 去到哪里都是笑话 所以去到哪里 安华都要解释的原因在这里 Zahid就是牢鼠屎 这个牢鼠屎正在坏了 这个联合政府的州 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不愿意 把这个牢鼠屎捞起来 那唯一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要把国盟也拉下来 当然国盟肯定是也有 贪腐烂权的 所有政治人物都有 你不要认为任何人没有 极好的政治人物都会有的 因为在权力的诱惑之前 除非你是圣人了 不然你很难站得住自己的脚 真的 这个我看过太多了 你不要以为火箭就完全没有 我告诉你也一样有的 你在槟城火箭执展十多年 你去问一下槟城的人有没有 我不要讲到太明 大家自己去理解一下 这边有槟城的独有 应该可以知道我讲什么 所以去告国盟肯定他们也是有通缴 也是有的 所以你就要这样子去提高他 把他们的青年牌拉低 但是你要拉低他的青年牌 单单提高是不重要的 是没有效果的 像林冠英的案件 刚才我已经举例了 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把证据提呈出来 要给大家看到他真的是有做的 像纳吉的案件 OneMDB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子的宣传大波 因为纳吉明明白白用自己的户口 收了几十亿的钱 这个钱是进自己的户口的 你有什么可以讲 同样的Zahid的案件也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宣传大波 为什么大家会把他等同于贪腐烂权 因为现在法庭判他表面最成立的案件 他用基金的钱来还自己的卡债 这个基金是要去救人 是慈善机构 老婆刷的卡 自己刷的卡 去买东西的 买奢侈品的 用基金的钱开支票出去 有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所以慕尤丁的案件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涉及的金额是多少 我们还不知道他涉及的成分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慕尤丁是以个人身份 还是以首相身份 还是以土团党主席的身份 因为跟党也有关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有调查土团党的资金 土团党有三亿的现金流 两年里面有三亿 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当然可能对政治人物不是很大 那几随便就几十亿 但是几亿是很够利的钱 许多人做140人都不会有几亿 所以我还不知道他是用什么身份 涉及金额多少 是用什么条文 这个要等明天提供了才知道 但是你有看反弹委会的文告 他是说 有几个控状 会提高慕尤丁 这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贪污 通常跟着来就会有烂权 然后跟着来会有洗黑钱 跟着来会有造假文件 你乱claim东西 这些 对吗 这些钱是要出的 你进了自己的口袋 因为你准备了一些文件 所以通常都会有这几个罪 控状一起 所以不会只有单于一个罪 慕尤丁应该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问我 现在大家在投票的 我看有多少人投了 有44%认为会扭转马来选票的走向 56%认为不会 已经4000位独有投票了 我的看法是现阶段还不会 而且会让保守马来选票更团结 因为现在证据还没有出来 证据要出来 应该还要等多一两年 一年左右 最快也要等个一年 出来 它不像纳吉的案件 纳吉在2018年被提控之前 已经沸沸扬扬了三年 有Sarawad Report 一直在这边 把证据暴露出来 然后一下 纳吉用户口来收现金 这个也是Sarawad Report 那边先爆出来的 然后有全世界的媒体 买名画 拍电影 买游艇 这些一直在炒作 所以人民看到大量的证据 才会让纳吉的支持率来到谷底 才会让纳吉的形象变成这样子 但是慕尤丁的案件并没有 第一次讲慕尤丁设案是联合政府成立之后 安华奖有几千亿 六千亿还是多少亿 的抗议基金被滥用 后来变成900亿 后来变成几十亿 所以现在数额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但这个东西是联合政府成立之后 才有人跳起来的 所以到现在才三个月 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流出来 你要真正有证据出来 照现在来看 没有人爆料的话 就要等到上法庭了 那上法庭还要很久 所以真正要降低他们的青年牌 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你在没有证据出来之前 很容易被煽动为你是政治迫害 会是政治迫害 所以我反而认为在这个阶段 在六周周选 会让他们的选票更团结 会让保守派的选民更团结的原因 就在这里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个是政治迫害 因为如果我是国盟 我是回教党 我是图团党 我很容易把它描绘成是迫害的 为什么 我们拿Pandora Papers来讲 为什么公正党的前财政 有被点名 没有被调查 为什么LCS案件 Zahid新手的案件 Zahid要改战舰型号的 出问题的时候 也是在Zahid做国防部长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被调查 然后你讲这个拨款问题 登顾Zahid是财政部长 任何钱要进要出 都要经过财政部长的签名 穆尤丁不是纳吉 他没有身兼财政部长 所以他不能 自己审核 这个申请 然后自己签名通过申请 然后自己拿钱 左手给右手 穆尤丁不能这样子 但是登顾Zahid还在部长那边 为什么你没有控告他 所以安华身兼部长 这是很错的事情 我到现在都是一样 摆着这个立场 安华政府成立 两个最错的事情 一个是副首相给Zahid 第二个是 安华身兼财政部长 这个是我从11月 讲到现在的事情 我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 你可以跟巫统合作 我不反对跟巫统合作 但是不应该 给Zahid这样子的位置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 一打出来 说多么容易营造 你是针对木尤丁的 所以我一直讲 不应该双重标准 因为双重标准 像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你很容易会把 本来是对的东西 你做的是对的 像木尤丁假如 比如他真的有贪 你告他是对的 可是因为你双重标准 自己人你当做没有看到 你只专门对付敌人 这个就会让你本来做的是 对的事情 反而变成错的 你把自己的底线 把自己的原则 把自己的道德制高点 渡浪了 让你的动作 变成本来是对的 变成是错的 这个是多么不应该的事情 就像安华 我们首相 之前刚交案被提供 为什么阿兹敏 在之前没有问题 因为他在政府里面 阿兹敏那个疑似的男男性爱影片 执法单位跟你讲 我认不出是谁 拿去美国check 也不知道是谁 报告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你们认为真的是真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厚此薄彼的情况 不应该出现 在阿兹敏身上不应该出现 在安华身上不应该出现 在任何人都不应该出现 有错就应该受到调查 所以我们本来从 一党独大的时候 观观相互 我们谁都不理谁 当时反对党也不成气候 所以林吉祥没有被关 没有这种贪腐 案件被关 林冠英也没有 林冠英被关 除了内安法令之外 还有一个是煽动法令 讲马六甲前首席部长 有涉及性丑闻的案件 后来道歉了 后来行动党也道歉了 他们后来又就事重提 在前几年又就事重提 然后又给前首席部长 告上去 在法庭再次道歉 所以他们不会用 这些贪腐案件来对付你 因为你根本都不成气候 但是所以以前是 你帮我我帮你 我们光观相互就对了 我不搞你你也不搞我 到2018年才真的开始 你可以讲对纳吉是政治迫害 还是什么 但是不管是不是政治迫害 它都是一个对的发展 当然最好是不要有这种 厚齿薄比的情况 全部有问题就抓 这个才是对我们人民 最好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 我大多数独有跟我一样看法 56%认为不会 我认为暂时不会 至少在一年之内 应该都不会有扭转的迹象 所以不要以为让慕尤丁提控 就可以阻止 绿潮的蔓延 没有这么容易 而且你想一下 长远来看 如果政府的这一个策略是成功的 像我刚才讲 把国盟的青联牌拉低 我们一起都有官司缠身的人 我们的领袖都有被提高 都有涉及贪腐案 所以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问你 你是保守选民 你会把票投给安华 投给联合政府 还是投给国盟 Assume 在你心中 他们都一样有吃钱 Level是一样的 跟Zahid的Level是一样的 你会投给谁 一边有回教党 一边有行动党 答案不是很明显 所以长远来看 你去跟他比烂 是没有用的 你把他拉低下来 其实就是比烂 马来西亚真正有效 真正有用的 是西盟要表现出自己的青联 这个才可以真正提升西盟的选票 你可以讨好改革派 可以讨好这些反弹派 可以讨好中间选民 保守选民当然还不会投给你 但是你可以讨好 本来的中间选民 不是宗教保守的选民 这些我之前有分析过 巫统的基本盘的支持者 有很保守拒绝行动党的 有开明世俗的 他们也希望巫统改革 巫统不要那么极端的 这些人是你可以拉拢的 现在你不改革 你再比烂 这些人是会推去那边的 所以不管怎样 最好还是要自己的改进 而不是去斗臭斗烂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永远要记得 自己要能够挺直腰板 你才可以让人家信任 而不是你自己驼背 你去跟人家讲 他也是驼背的 你不要来骂我驼背 这样子没有人会去信任你的 就像我之前讲的诸葛亮故事一样 诸葛亮这样子言行俊法 不留情面 是谁都不给情面 就跟着法律走 但是为什么蜀国的国民 蜀国的子民 还是那么一样爱他 因为他对自己更严厉 他的徒弟 他的儿子 完全没有享受到当官的好处 他的徒弟犯错就被斩杀掉 他用更高的标准来对自己 这个才是正确的事情 言于利己 宽于待人 记得这句话 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 第三点 刚才我放到后面讲 就是慕尤丁会辞职吗 我认为会 如果我是慕尤丁 我会辞职 当然他肯定会被挽留 100%会被挽留 如果他辞职 他会不会接受挽留 就看慕尤丁想演这个戏 演到什么程度 其实如果他只是要摆一个姿态 我是青年的 我没有事情 我要学万筛夫 因为万筛夫已经立下一个榜样 慕尤丁不能说 万筛夫你不重要 所以你可以辞职 我重要 我不可以辞职 我跟你一样被告 我比你重要 所以我不能辞职 这个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很难看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慕尤丁应该会辞职 然后会被挽留 被挽留 他就可以做出选择了 我要不要接受挽留 你要知道万筛夫是没有人挽留他的 他辞职慕尤丁马上接受 所以如果整个理事会 土团党的理事会 国盟的理事会来挽留慕尤丁 慕尤丁其实演戏演一半 他可以接受 我接受挽留 但是他这样子做 我觉得还是不对 如果我是慕尤丁 你要接受挽留可以 但是我告假 我委任一个代主席 由疏离主席代替我来执行 或者是由总秘书 或者是由反对党领袖 这个是比较好的情况 当然他直接辞职也可能 但我觉得对慕尤丁来讲 这个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他应该会以这种告假 然后委任代主席的方式 就看慕尤丁要演戏演到什么程度 而且你要知道 其实现在土团是有现成的人选的 就是Hamsa Hamsa Zainuddin现在已经是国会反对党领袖了 他不是像大选前一样 慕尤丁下来有两头火车 一头是阿兹敏 一头是Hamsa Hamsa是保守派 阿兹敏是开明派 现在开明派在土团已经是完蛋了 阿兹敏自己输 他手下下面的人也输到7788 Zurida已经拉走一半的人也输到7788 阿兹敏自己的人也输到7788 Zurida是输到完 阿兹敏还有一些赢的 比如Sifuddin 巴汉的国会议员 我之前有讲解过他的 所以现在不是两头并进在土团党 现在是Hamsa 慕尤丁下来 Hamsa一家独大 所以他要委任接班人 就像委任国会的领袖一样 Hamsa是不二的人选 所以慕尤丁离开或者是暂时告假 委任一个代主席 有一个人选在那里 土团党内是不会动荡的 是不会有争议的对这个人选 所以情况应该不会太大的动摇 对土团党 而且可以把他的形象提升起来 像我讲 万塞夫辞职 被提供后辞职 从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是这样子做的 塞沙迪没有 林冠英没有 我为什么讲这两个人 因为这两个人是形象好的人 他们被提供也没有这样子做 反而是万塞夫开了一个头 所以我希望慕尤丁也这样子做下去 要延续这个传统下去 所以万塞夫辞职 我称赞他 有担当 慕尤丁直接接受 也是有担当 所以希望他们把这个有担当 确立下去 树立一个良好榜样 所以现在是很可悲的 良好榜样一直是我们不支持的政党在做 比如公开党的账目 他挑战行动党 挑战巫统 挑战公正党 谁接受挑战 完全没有政党接受挑战 然后这些人在跟你讲 我们要管理政治现金 你现在看政治现金 只闻楼梯想 有人下来吗 完全没有 你从这边 他们连账目都不敢公开 他敢制定政治现金法吗 有政治现金法就代表你的所有账目要提成要公开了 所以这个是可悲的事情 但是不论是谁 我不支持国盟 现阶段我讲过很多次 现阶段是不可能支持国盟的 但是很可悲的说 在树立榜样的一直都是国盟 所以希望西蒙 希望联合政府不要再这样子下去了 你在耗你支持者的耐心 包括刚才直播前半个小时 突然有一个新闻爆出来 有十多个独友献给我 半个小时就十多个独友了 大家知道是什么新闻吗 看独友猜一下猜得到是什么新闻吗 这个新闻是 安华讲 慕尤丁把Jana Vibawa的工程给华人公司 看到吗 所以慕尤丁 你是要骂他贪污腐败 还是给华人公司 我们都知道 华人公司是肯定拿不到Jana Vibawa的工程的 华人公司可以拿 就是找马来人代理人 就是这种阿里巴巴公司 这个很正常 在马来西亚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只有马来公司可以拿到这些工程 然后马来同胞他们可能不要做 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资金 没有这方面的专才 所以华裔同胞出钱 用马来同胞的名字去拿工程 所以安华讲的肯定是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现在是错的吗 你告诉我是错的吗 所以宁愿工程没有人做 我们华人也不可以通过马来同胞 我有朋友 通过马来同胞来这样子做 其实律师界也很多 因为很多银行政府机构的loan 你要有马来partners 或者是要马来律师行才可以 有些甚至要70%马来人 100%马来人 所以有这样子的律师行存在 在社会上也很多这种contractor 那安华现在公开这样子讲 慕尤丁他把Jana Vibawa 这个土著工程 我之前讲过了 这个Jana Vibawa 其实是专门给土著的 他的权名是我忘记了 什么contractor 就是有能力的土著 承包商来增强他们的经济状况的 一个刺激经济配套 所以现在这个是错的吗 很多人发来跟我讲 洪律师你怎么看这个新闻 很失望他们看到这样子 又是拿华人来开刀 贪污关华人什么事情 华人已经做生意做得很辛苦了 还要用这样子自己出钱 还要用别人的名字 其实风险很大的 那个马来同胞是不可以信任的 他跑 你想他把你的钱用到完了 签名是他 全部都是他 你可以怎么样做 可是最后被对付的还是华人 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地方 这是很可悲的地方 希望西蒙不要再这样子下去了 不要一直在这个败局走下去 一直说我们要 我们要维持政府稳定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同考不可以承认 划小拨款不可以列出来 同考不能谈 同考拨款都不可以 木油丁给了同考1500万 2021年 大家可以看回去 失不失望 所以这个是最可悲的地方 希望联合政府可以明白这一点 但是很可悲 还有很多人在帮他们洗地 尤其是那些党工 所以我最看不起 就是这些盲目支持的党工 更看不起是 一下是马华 一下是行动党 马华你也讲 对行动党也讲 对你在哪里 一个党就讲哪里 一个党对 这个是最可悲的情况 所以我最看不起这种情况 希望联合政府可以醒来 可以醒来 那木油丁案件 下一个我要讲的 很多人问我 这个我大概讲一下 木油丁案件要多久 才可以完结 要他坐牢 我刚才讲的 要三四年 要加上审讯 要加上上书 没有这么快 而且还要看他的控状 复杂不复杂 从现在来看 木油丁肯定是没有像纳吉一样 纳吉之后 我相信没有任何的首相 没有任何的政治人物 会用自己的户口来收钱 像万塞夫 他也不是用自己的私人户口 纳吉是用自己的私人户口 万塞夫是用他的advisory的公司 consultant的公司 收了六百多万 他可以说 这个是consultant的费用 当然他要上法庭去证明 所以我相信 木油丁肯定不会蠢到 像纳吉一样 纳吉也不是蠢 他是没有想到会丢失政权 他没有想到 1MDB会烧到这么大 所以他以为可以一手折天 但是在纳吉之后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其实政权都是不稳的 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2018年你的投票没有被浪费 因为我们政局往正面的发展 包括现在木油丁被告 也是正面的发展 所以他肯定没有用自己的户口来收钱 如果他是用土团的户口收钱 政治现金 我告诉你 你要入木油丁的罪是没有这么容易的 所以要看回去明天的控状 有多么的复杂 涉及的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们才可以来进一步评论 但无论如何 至少都要三年左右的时间了 现在反贪委会发出的文告 是木油丁在第23条反贪会的法令之下控告 上个星期五我们直播讲过 纳吉1MDB的报告篡改案 机查报告篡改案 其实他不是被控篡改报告 他是被控第23条文 所以那时已经给大家看了23条文 23条文其实就是你运用你的职权 为自己获取好处 所以纳吉为什么会被判无罪在篡改案 因为法官认为他篡改了报告 纳吉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而且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是纳吉较安比林篡改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纳吉没有获得好处 所以你23条文是不适用的 所以纳吉无罪释放 木油丁也是中这23条文 但肯定还会有其他条文 就看明天的情况了 所以不要想象这么快 可以阻止绿朝 控告木油丁就天下太平了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吃人说梦 老实讲 我觉得这个反的会让他们更为团结 更提升他的投票率 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 西蒙要阻止 联合政府要阻止这样子的事情 请做好你自己 把你的亲联 把你一视同仁的情况做出来 展现出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万塞夫的案件到现在应该快两个礼拜了 没有什么证据流出来 没有什么证据流出来 所以你有打击到万塞夫什么吗 其实并没有 万塞夫还是一样在那边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 不要把它想象的太乐观 想象一下我刚才提起的例子 林冠营2016年 有影响到他个人或影响到行动党吗 并没有 行动党还是大胜的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乐观 不要以为控告木有顶 就是天下太平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重要 最希望发生的 还是西蒙要做好自己 不要去比烂 不要去比臭 这个是马来西亚最可悲的情况 我们的政治一直以来都是比烂 比臭 两个烂苹果 叫你选一个没那么烂的 这是不对的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哈啰 欢迎大家来到简单原村面 今天我来教你怎么在家煮出去美味的原村面 我每次大家都是买回去的真空原村面都是会拿去冷藏 所以我今天会教你 解冻有两种不同的煮法 来给你看一下我们家的原村面 这个是未解冻的原村面 这个是已经解冻了的原村面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个煮滚凉的水 然后我们把未解冻的原村面 连带真空包装的放进滚水里面煮至1分钟 再来呢 这个是我们解冻了的原村面 我们一样的把它放进滚水里面煮至3分钟 小事情会认真可以高温煮至100度 就是我们煮出来的简单原村面 我来尝一口看 这个是很好吃的 嗯 真的跟店里都完全一模一样 果然是我们前马出称正空原村面 想要购买朋友们可以演技以下的链接哦 OK 拜拜